第十六單元 做中庸 子撕筆 中不偏 庸不易 做大學 乃曾子 自修其 治平治 中庸這本書是子私所著 中是指為人處事時 要不偏不已 庸則是保持心靜寧定 方能恒久不變的意思 撰寫大學這本書的是曾子 內容是闡述從修身齊佳 到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中庸知道是中國古老的智慧 我們就來看看文治彬彬 然后君子這個故事吧 相傳在春秋時期 魯昭公九年 那年孔子十九歲 娶宋人妻官室之女為妻 第二年便生下一子 當時的孔子只是一位管理倉庫的偉力 因為得到魯昭公的尚识 在孩子出生時 魯昭公便派人送來一條大鯉魚 以表示祝賀 孔子以國君親自賜物為莫大的榮幸 因此給自己的兒子 取名為李 自伯瑜 伯瑜從小跟隨父親學習 並遵從教誨 因此長大後 成為一位知書達理的親年 有一天 伯瑜來到一間太廟參觀 哇 真是壯觀 咦 這是怎麼回事 在參觀太廟的時候 伯瑜發現北面的窗帘护扇都是斷的 他感到很疑惑 請問先生 為什麼這些窗帘护扇都是斷的呢 這是在昭氏後人 不要間斷休憩的意思 也是告誡君子不能不學習 哦 那是告訴人們要活到老學到老的意思嗎 嗯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這時 伯瑜又發現了一種奇怪的東西 瓊先生 這是什麼棄女呢 這是棄器 又叫右座之器 是放在座位的右邊 用來警戒人隨時要保持平和的心態哦 哦 原來如此 我曾經聽父親說過這種器皿 在沒有裝水或裝水太多時 都會歪倒 水裝的適中就會是端正的 今天終於看到他的長相了 當伯瑜逛完太廟後 天色已漸漸變暗 便急忙趕著回家 這時 父親正在回廊下看書 咦 伯瑜啊 你不是從太廟回來嗎 怎麼衣衫不整呢 剛才為了趕路回家 所以才會脫下上衣 一位君子是要隨時要求自己 外表要保持整潔 疑容要端正啊 哦 可是 爹 您說過君子不是要保有善良的內涵本質就行了嗎 為什麼還要重視外表呢 伯瑜啊 你並沒有真正了解我說的話 太過於注重外表會讓人覺得虛榮 而過度放任又會顯得粗野 內涵及外表必須兼備 凡事過於不及都不好呀 嗯 我懂了 謝謝君 君子是儒家理想的人格典範 是一般人行為的標準和榜樣 要成為君子 需要對外在禮儀的風采和內在善良的本質 不偏不倚的把握 這就是文治彬彬然後君子的忠勇之道 所以人不只要懷大志 也是要居小節呀 大志